小姐 你醒了 小姐 你醒了 那我们就先出去啦 你醒了 我本来想 在生产的时候 能陪在我的身边 但没想到 在我醒来的时候 还能看到你 一直守候在我身边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现在觉得 我已经是最幸运的人了 小夏 你才刚刚好 别说这些话了 对了 孩子好看吗 好看 特别好看 长得特别像你 我觉得应该长得像你 像谁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啊 你们俩现在母子平安 小夏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找那个地方去 我 我在家里有些反胃 想去买爆酸的东西 然后就跑出去 买了爆酸梅 肚子又突然很痛 还好有个路人 把我救了 送到附近的医院就诊 医生说 羊水已经破了 泰儿就要出生了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我那个时候 也是半昏迷状态 而且受到了惊吓 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泰儿又不正 害得我通了好几个小时 才把孩子生下来 那个时候 我一刻都不想等 我就告诉他们 让救护车 把我送到婿入医院 真是辛苦你了 没什么辛苦的 只要能把孩子 平安地生下来 就算是死 我也愿意 别说这种话 本来我想约小军出去 告诉他 只要宋香把孩子生下来 我就找机会告诉宋香 我心中爱的是小军 可现在 宋香身体这么虚弱 正是需要我的时候 我怎么能说出课 佳佑 怎么了 没他吗 没他吗 佳佑 哥 恭喜你啊 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宋香 也恭喜你 当妈妈了 谢谢大哥 佳佑啊 真没有想到 你比我还先做爸爸 哥 你这手 好 没什么事 不用担心 只不过短期 可能拿不来手术头 为什么呀 咱不聊这个事 我来呢 是要恭喜你和宋香 还有 要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啊 哥 我决定 出任副院长了 真的 太好了 哥 你终于愿意 出任这副院长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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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哥 我来 其实呢 我一直不想出任副院长 因为我是想让佳佑 来当这个副院长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呀 哥 你说呀 爸和我谈条件 说只有我出任了副院长 他才愿意让我追尹学 而且 他也希望 让尹学来出任总护市长 这太好了 哥 你 你是不是真要追尹学的 以前你不是单身不好说 现在你是单身呢 哥 我是发自内心地觉得 你跟尹学姐特别般配 我做弟弟的 绝对支持你 好不好 加油 那 你照顾宋香吧 我先走了 我跟你一起走 这宋香刚醒来 我正好叫护士给她做个检查 宋香 你自己先待会儿 回去就回来 我休息 大哥 谢谢你也看了 哥 听说你去见大嫂了 嗯 走 哥 听说你去见大嫂了 走 我不能随便跟我说你 加油 加油啊 你和宋香已经有孩子了 那以后 是啊 但有孩子归有孩子 我心里无疑谁都放不下账 我心里只有她一个人 在我知道宋香失踪以前 我就把小婷约出来 我想跟她说清楚 想跟她复合 结果恰好知道宋香失踪 我这话也没跟她说清楚 走 如果这么做 对吧 加油 感情的事情其实没有谁对谁错 你现在的情况 你爱一方 肯定会伤害到另外一方 其实你看看我 我和杨岚的婚姻 我并不满意 但这些年 拖拖拉拉 磕磕绊绊的 可是到头呢 害了我 害了他 所以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哥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小军 我今天来找你 是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是 我也是想把话说清楚 所以我才过来 既然 孙夏已经剩下孩子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爸 我也不想介意 我是要来告诉你 之前你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以前破语这个孩子 很多话我没法告诉你 我跟宋相机回忆 一是破语这个孩子 再是最主要的事 我妈 是我妈你死的小姑娘 我了解你妈那么多谢 对这事情她做得出来 如果你的单位 他会自杀 是 所以 当时我也不想做一个不孝的儿子 我就只能答应他了 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 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 你的口中 我都明白 我知道你明白我的口中 但是你不知道 就在我答应他的时候 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打算 什么打算 我爸是独子 他跟我妈 就是特别保守的两个人 他们两个一直希望我跟大哥 能生一个孩子 跑季雄刘家的差距 如今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我对他们也有一个交代了 所以 我想跟宋强好好谈谈 谈什么 谈我们以后的生活 你跟宋强谈以后的生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当然有关系 如今已经生下孩子了 我要跟宋强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 怎么解决 看他是要钱还是要什么 我都满足他 我都答应他 我要跟他离婚 我要跟你重新开始 你重新开始 不行 加油 宋强他已经生了孩子 他在刘家的地位会更加稳定 你妈妈会对他百亿百事 他不可能答应 让人憔悴 这个是他跟我妈妈之间的事情 不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小军 你知道 从咱们俩离婚以后 我们有一天不想 小军 你刚才起 你回到我的身边好不好 小军 你离开我以后 我才知道 我刘家佑这辈子 不可能爱着别人 我心里只有你 小军也知道 你这么一天 为什么不写 之前算想介入我们的话 我是有疾有狠 因为我对于感情 是有洁癖的 我不允许有第三者 来破坏我们的婚姻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留了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介入你们宋强之间 那我就是破坏你们婚姻的第三者 我不能接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能接受 所以我来告诉你 我会先和宋强母 把事情解决了 他会答应吗 我想他会答应的 因为在禁婚之前 他就说过 他只想把孩子生下来 他不想破坏咱们俩的感情 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他没有理由我答应的 而且 虽然我没说过 但是吴晓在心里应该明白 我根本不爱他 我爱的是你 他现在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对家里人也可以交差了 我现在要追求我的生命 追求我的幸福 那我的幸福就是你 小军 给我一点时间 好 让我把事情处理好 什么 我不能接受 我前来感觉很怕 我很难过 我 小军 我知道你的感受 但我请你相信 我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 记忆里有 我只需要你给我点时间 等我好吗 在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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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小军 你告诉我 你很爱我吗 我爱你 我是真的很爱你 加油 跟你离婚以后 我再想明白 不管你的身份定位 不管你有没有钱 我爱的是你这个人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好 跟我走 去哪儿 跟我走就好了 走